母亲节快到了市府和高雄市基督教福气教会 共同举办美丽妈妈庆祝活动 市长韩国瑜到场逐一颁奖给50位美丽妈妈 他表示每个家庭中的母亲是最重要的支撑力量 对孩子的爱至高无上 在此对所有母亲给表达诚挚的祝福 美丽妈妈庆祝活动上受表扬的50位美丽妈妈 一一进场接受大家的欢呼 市长韩国瑜也到场逐一颁奖给50位美丽妈妈 他表示母亲是家中最重要的支撑 对孩子的爱护和期待都是一样的 我的妈妈我18岁像军校学生一样 我从台北来高雄当兵 我妈妈偷偷在我头来花500块钱 500块钱就是当兵想要买一点吃的 就是这个钱放在身上 我想母亲的心情都是一样 这个慈母手中献 有只身上衣 灵形秘密缝 一口吃吃鬼 对孩子的爱都是至高无上 韩市长也指出为人父母之后 对家庭和亲情都有不同的感受 而作为一个市长也期待未来的高雄会不一样 希望高雄的经济越来越好 有的立法王一算最少六万 有的立法王一算最少八万 有的立法王一算最少要二十万 一个母亲 就各种对妈妈精神层面的付出 如果用物质的基础去算 大家算法都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 我们对于母亲节这一天 所有的天下的母亲 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这一次活动共表扬毅力妈妈 心力妈妈等七大奖项 共有五十位妈妈获奖 让社会大众看到多元的母子角色 港都新闻张世民赖昌邦 采访报道